強臺康瑞來襲 今天二十二縣市停班課 預計颱風中心今天午後 可能從花蓮以南登陸 今明兩天影響臺灣 行政院長竹榮泰昨天下午坐鎮災害應變中心 要求各單位掌握黃金四十八小時準備 將災害影響降到最低 因應康瑞颱風來襲 行政院長竹榮泰前往中央災變中心 聽取防災整備簡報 從現在開始到今天晚上 是我們準備工作的黃金時期 只有這個時間 尤其今天晚上十點 到禮拜五晚上的十點 四十八小時 臺灣都可能是暴露在整個暴風半圈 暴雨的半圈當中 預測資料顯示 康瑞颱風影響臺灣期間 北部宜花東山區 預估累積雨量達八百毫米 以花東以有部分土石流黃色警戒 災變中心致電地方政府 預先撤離居民 針對老人 小孩 孕婦 慢性病等民眾 要盡早執行 預防性的撤離 避災措施 並且應該掌握確實狀況 及應該撤離或是安置的人數 那麼全數能夠保持保證他們安全 卓榮太特別提醒 先前中部地區發生淺層地震 造成土石鬆動 以及前兩次風災造成的風險 要求相關單位加強工程防護 盡早啟動應變 近場的歷史正義豪劉志穎 臺灣腿報導